仁爱香农会日前特别选在鱼池香茶叶改良场举办冬茶竞赛评选 吸引许多茶农参与 现场参赛见数相当的多 需由三位评选委员共同挑选出在地优质的高山好茶 我们今年的高山茶王的冬茶的茶赛 可以说是已经办了第二届了 由此可见我们仁爱香的茶农在种茶的技术 以及柔茶的技术都上进一步 特别要恭喜我们仁爱香的茶农 在台湾的高山里面 只有仁爱香是真正在中央山脉的高山茶区 仁爱香农会总干事指出 选在鱼池香茶改场作为评鉴场地 主要是因为考量评鉴委员的专业提供最公开公正的评选 并期待明年的春茶比赛能够与茶改场人员配合 在圆乡驿站来举行 特别这个地点因为我们一向这个地点在做评审的时候 第一个它有一个场地以外 那我们以前过去的点数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在这个地点 那经过这个公正的评审 我相信这个地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掺杂 所以能够提高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评审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期待明年我们见数再增加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圆乡驿站 那一个开放式的 那我们也跟茶改场这边已经沟通好了 期待下一次第三我们的春茶 我们回到我们本会 那做一个更公开的来看 南投县仁爱香高海拔茶区 总面积约为1300公顷 位居全国之管 议员陈淑惠也肯定农会的用心 并希望借由评选委员的专业 提升地方茶叶的品质技术 提供消费者选购 所以我们把人类乡的高山茶 拿来辟地乡做一个评审 可以说选择非常的一个适中 就是说可以利用 很好的一个专层 借用我们评鉴老师的专业跟专长 然后评鉴出一个好茶 让民众可以来做一个品尝 以及选购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可以做到这么公正无私 而且可以行销到我们人类乡的高山茶 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类乡農会 很大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方式 南投县是农业大县 尤其茶产业发展特别的蓬勃 希望在相关单位的辅导之下 地方的茶叶品质可以更加精进 并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 民意新闻洪家燕 于迟采访报导